各位早晨,歡迎收看一折天氣 我是蔡子純 一個偏東氣流今天會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預計香港今天特別初段時間風勢會比較大一點 而早上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見到天上暫時還是比較多雲 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可以見到 原來有一道廣闊雲帶覆蓋整個華南沿岸地區 不過見到香港附近的雲層略為鬆散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都可以見到陽光 至於氣溫方面,去到今早的六點鐘為止 香港各區所錄得的最低氣溫 普遍都是在二十三度左右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將會是大致多雲 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二十六度 會吹著和換至清淨的東風 而初時離岸是間中吹強風 至於明天的時候預計會更加光 未來兩天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去到下星期中期的時候 雲量又會再次增多 今次聽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愉快再見